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我们的 手把手教你学STM 32系列视频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内容是 DMA的原理与配置 那么今天这一讲视频 我们主要讲解DMA的一些原理相关的知识 我们主要讲解的是基于我们正典原子的 这个STM 32 F1开发平台 那么在讲解之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讲解的内容 这个参考资料有哪些 那么对于我们正典原子的F1开发版的话 那么我们有三款 战舰版 金银版和迷你版 那么这三款的话 实际上DMA的知识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通用的 完全通用的 那么对于我们战舰版的话 我们可以参考这个F1开发指南的 第27章 有讲解DMA的实验 那么对于这个金银版的话 可以参考它配套的开发指南的 第26章 对于迷你版的话 可以参考不完全手册 扩暗数版本的第23章 有这个DMA实验 那么对于ST官方提供的资料的话 那么在这个中文参考手册第10章 有这个DMA控制器相应的章节 首先我们来打开这个手册来看一看 那么我们以这个开发指南为例 那么战舰版的开发指南是在27章 那么大家学习每一个开发版的话 找到相应的章节 那么它的内容是讲解这个DMA实验 那么在我们这个开发指南 或者不完全手册里面 对于DMA的原理 还有配置过程 实验讲解都是非常详细的 那么大家在学习 我们这个视频的过程中 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回头看一下 我们这个不完全手册 或者说开发指南 然后就是我们还可以参考 这个STM32中文参考手册的第10章 那么这一章的话 对于DMA的功能描述 功能描述 以及配置过程 还有这个寄存器讲解 都是非常详细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讲解的内容 包含哪些部分 那么首先我们会讲解这个DMA的原理 通过讲解这个原理的话 让大家对这个STM32的DMA 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理解 然后我们会讲解这个寄存器和 酷含数的配置 那么对于这个实验的讲解 我们会放在下一讲的视频 因为我们一个视频一般情况下 考虑到大家的这个耐心问题 我们一般控制在30分钟 30几分钟或者说30分钟左右 那么超过上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根据我们的讲解的话 这个整个这个DMA的知识 我们要讲解超过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分为两讲来讲 那么对于这个实验的讲解 包括这个酷含数的详细的配置 我们会放在下一讲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DMA相关的知识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DMA DMA的话叫Direct Memory Access 那么这个的话叫做直接存储器访问 那么这个是怎么理解呢 它是DMA传输数据的话 它是将数据从一个地址空间 复制到另一个地址空间 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地址空间 另外一个地址空间 它是把数据从一个地址空间 复制到另外一个地址空间 当我们CPU初始化这个传输动作 也就是说我们初始化了 我们DMA控制器的相关参数 然后那么我们开启了这个DMA传输的话 它的DMA的传输动作本身 是由DMA控制器来实现和完成的 也就是说这个复制 把这个数据从一个空间 复制到另外一个空间 这个过程不需要我们CPU去干涉 那么正常我们不用DMA的时候 那么我们CPU比如说要把一个数据 复制到一个空间 复制到另外一个空间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数据 入进来 然后写到另外一个空间 那么当我们有了 用了DMA控制器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我们的CPU了 DMA控制器 它开启一个传输通道 它直接传过去 并且它没有中断处理 也不需要现场保留和恢复 它是通过硬件 微软和IO开B一条数据传输通道 那么这样的话 毫无疑问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就是为我们的CPU减负 减轻这个CPU的负担 尤其是当我们在处理一些数据 传输的过程中 我们要求速度 传输的速度非常快 有可能我们的CPU处理不过来 因为它要去读 要去写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DMA通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TM32 FE的DMA 我们这里讲的是FE 那么它最多是有两个控制器 那么DMA2的控制器的话 是存在于这个 仅存在于大容量的产品 那么对于我们正点原子的 这个STM32 任何一款平台 那么它都属于大容量的 所以它都有DMA 都有两个控制器 那么DMA1的话 它有七个通道 DMA2的话有五个通道 每个通道用来专门用来管理 来自于一个或者多个外设 对存储器的访问请求 那么因为 比如说我们有个DMA 那么它有 比如说DMA1 它有七个通道 一二一直到多少呢 一直到七 一二一直到七 那么每一个通道 它都可以连接到一个外设 每一个通道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说我们多个请求同时来 那么这样的话 就需要有一个优先级 那么它是有一个叫仲裁 有一个仲裁 起来协调各个DMA请求的优先权 所以这里是关于这个DMA请求的优先级 我们后面会详细的讲解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MA的框图 从这个框图中 实际上是在哪里呢 是这里左边这是我们DMA1 DMA2 那么DMA1的话 它有七个通道 DMA2的话 最多有五个 这里有五个通道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里还有仲裁器 它是处理这个优先级的 那么对于这个通道 我们来看看 那么比如说我们以DMA1为例 那么它的请求来自于哪里呢 大家可以看 就是这些外设 来自于比如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里是举个例子啊 我们假设它的传输方向是从外设到存储器 我们来主力 那么对于这个传输方向 我们后面会讲解 那么它可以来自于 大家可以看 ABBR或者APB的这些外设 这个请求来自于这些外设 然后经过这个仲裁器 连接到相应的通道 然后这个时候就这里有个DMA总线 那么它就可以去通过这个DMA总线 跟我们这里的 去访问我们这里的什么 存储器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DMA2的话也是一样 那么它就可以把这个外设的 比如说寄存器的某个数据 通过DMA开闭一个通道 直接传输到存储器 或者说从存储器传输到这个外设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STM3的F1的DMA3 它就有一些特点 有一些特点 那么这些特点 我现在给大家讲 大家可能也不是很清晰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把它过一遍 为了方便大家 也是对我们后面讲解的知识 做一个铺垫 首先 每一个通道都有直接连接 专用的硬件DMA请求 都支持软件触发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请求 通过软件触发 那么DMA请求 有DMA请求 开闭DMA通道进行数据来传输 那么比如说我们DMA1 它有七个通道 DMA2有五个通道 那么对于这些请求 那么它有优先级 可以设置为很高 高中等低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 它有从一个空间 复制到另外一个空间 那么就有独立的圆和目标数据 区它的传输宽度 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我们要从这个 比如说我们从存储器 传到外设 或者从外设传到存储器 那么从存储器 传到外设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一次传输 是一个字节 还是个半字 还是个全字 那么这个的话 实际上都是可以设置的 然后它还支持循环 在缓冲器管里 循环传输 就是传输 从原传的目标 传输完了之后 还可以循环 然后每个通道 都有三个事件标志 这里是三个 那么哪三个呢 半传输 传输完成 传输出错 比如说我们设置一次传输 传输 比如说我们传输 一共要传输100个数据 那么我们传输了一半 或者传输完成了 或者传输出错了 它都会产生 都有三个 都会产生相应的事件 我们开启了 相应的中断 还可以产生独立的中断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传输方向 它可以设置为 模式就有什么呢 外设到外设和存储器 存储器到外设 还存储器和存储器 存储器到存储器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从一个地址空间 传输到另外一个地址空间 比如说A传到B 那么A的话 它可以是我们 芯片内部存储器的一个区域 传到B B可以是一个外设 那么A也可以是一个外设 传到B 那么B可以是一个存储器 也就是说 外设到存储器 存储器到外设 还可以是存储器到存储器 这样的一个过程 同时这个闪存Srain 外设的Srain 还有这些外设 均可以作为访问的源和目标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因为它要支持外设到存储器 存储器到存储器 存储器到外设 这三种方法 那么对于这个外设 可以是哪些呢 它可以是我们这里的 APB APB2 AGB的外设 那么存储器的话 可以是我们的闪 存Srain和外设的Srain 然后存储器和存储器 就是这些存储器之间 还可以传输 然后可编程的数据传输数目 就是说我们传输 从A传到B 那么我们总共 我们传输的数据 数目是可以设置的 比如说从存储器 传到外设 我们设置要传100个 那么它 可以传100个过去 那么它最大的传输数目 不能超过66536 65536 这里大家要注意 我们后面会详细的讲解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以DMA1控制器为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通道的概念 我们DMA1的话 它有多少个通道呢 它有七个通道 我们前面讲了 我们的传输方向 可以是这个 外设到存储器 也可以是存储器到外设 或者存储器到存储器 那么比如说 我们是存储器到外设 或者外设到存储器 那么我们有这么七个通道 那么是不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从外设到存储器 这是我们的外设 我们以P为例 存储器 我们这里写的是M为标识 不是为例 为标识 那么从外设到存储器 那么这个外设的地址 从一个地址 复制到另外一个地址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么外设 那么对于我们开始的这个通道 这个外设这部分 实际上我们通道选好了 那么外设 可选的外设 也是固定的 大家可以看 比如说我们DMA通 控制器的通道5 我们要以通道5来传输 那么它的外设的话 这里大家可以看 那么就只有这么多可选 只有这123456个可选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 窜口1的接收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外设的基地值 就是窜口1的接收 寄存器的基地值 我们选好了通道 那么我们就可以 从这个表里面查出 我们可以选哪些这个外设 那么对于我们要用外设 比如说我们这个窜口2 比如说我们以窜口1为例 比如说窜口1的发射 我们来看一下窜口1的发射 我们从这里找到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用窜口1的发射 作为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从这个存储器传到外设 存储器的一个区域的数据 我们传到外设 那么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写的代码 我们的实验 我们是传到这个窜口1的发送 这个基存器 所以我们要开启的通道是通道4 那么同时 我们因为是要发送出去 我们要把内存的数据发送出去 通过DMA 所以我们的方向是从 存储器到外设 同时对于这个外设的基地子 就是我们这个窜口1的发送寄存器的 数据寄存器的地子 那么这个我们后面在程序里面 我们还会更详细的讲解这个配置过程 加深大家的理解 那么DMA2也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DMA的处理过程 DMA处理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每一次DMA的传输 都有三个操作组成 首先从外设数据寄存器 或者从当前外设存储器 寄存器指示的存储器地子 取数据 这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 首先有两个寄存器 一个叫CPARX 一个叫CMARX 那么这两个存储器 那么它一个是存储的是外设的基地子 一个存储的是内存的基地子 那么首先我们这个前面的两步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两个寄存器要去复制 复制为什么呢 复制为我们要传 要复制为我们要操作的 这个存储器的基地子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地子 设置为什么呢 设置为我们窗口一发送寄存器 也就是我们的DR寄存器的地子 我们把它复给这个寄存器 然后我们存储这里的CMAR 那么我们要把它复给我们内存的 某个区域的一个基地子 比如说是一个宿主 我们把宿主的基地子付给它 然后我们开启了我们DMA传输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CNDTR 就是我们要确定我们要传输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设置 我们要传输的是 100个数据 100个数据 我们这个方向 为了跟我们实验匹配的话 我们这个方向是从存储器到外设 外设我们这里是DR寄存器 然后那么我们要传100个 也就是说我们从存储器要传100个数据 到我们的DR寄存器 也就是说我们要发送100个数据出去 那么我们每次发送完一个 那么这个CNDTR这个寄存器的数据会减1 一直到它为0 这个传输就结束了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个传输方向 就是从存储器到外设 那么当然还可以从外设到存储器 那么对于这个数据传输方向 那么在我们的CCR寄存器里面 有这个DR的位 从外设读或者从存储器读 那么读的话 实际上就说明它是原地址 我们这里的话 从存储器传到外设 所以我们这里是从存储器读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里这三个步骤 就很简单 首先我们要确定 存储器的基地值 还有外设的基地值 然后我们确定这个 要传输的数据 然后我们设置好 这个数据传输方向 之后开启相应的传输 它就会把数据复制过去 那么当然 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参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 仲裁器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通道 我们因为比如说 我们以DMA1为例 我们刚才讲了 它有七个通道 那么七个通道 那么它有可能 每一个通道都有请求过来 那么到底谁的优先级 我们就涉及到这个优先级 谁的优先级高 那么处理谁 那么所以每一个通道 它都有独立的这个 都可以在相应的 CCR寄存器里面 就配置它的优先级 那么这个是在 CCR寄存器里面 可以配置 两个位来配置 四个优先级 四个整级 那么如果两个请求 有相同的软件优先级 那么这较低编号的通道 比较高编号的通道 有优先权 也就是通道0到通道 比如说通道6 那么如果你们的优先级一样 那么谁的标号低 谁的优先级高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就是这个DMA通道 这里的话实际上有几个知识 一个是我们这个传输的数据量 是可编成的 最大6535 这个我们刚才讲了 第二个我们传输的这个数据宽度 是可以配置的 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我们从圆 比如说我们从存储器 发送到外设 那么我们从存储器取数 每次是按8位取 这个叫字节 16位叫半字 32位叫字 那么一次是取多少呢 它是可配置的 还有我们这个外设的数据宽度 那么你写过来一次是多少呢 这个数据宽度是多少呢 也是可以配置的 那么这里的话就涉及到 外设和存储器的这个数据宽度 一样的情况和不一样的情况 那么一样的情况很好理解 你这里16位 我这里16位 那么我们传过去 一次传16位 传一个收一个 OK 但是如果说我们这里 原地址是8位 目标的是16位 那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 那么这个过程就会有点复杂 那么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中文参考手册里面 有这个 有这个 这里有表格 有讲解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有个10.3.4 那么这里有个表格 那么这个表格这里面就确定了 我们它会以传输的这个数目为4为例 比如说我们原是8 目标是8 它是怎样一个传输过程 原是16 目标是8 它是怎样一个传输过程 那么大家客户可以去看一下 当他们这个数据宽度一致的时候 很好理解 那不一致的时候是怎么传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振增量 指振增量的话 这个怎么来理解 我们这张文字很多 但是我这里不看这个文字 以我们的理解来给大家讲解 那么这里的话 实际上它有存储器地质增量 或者说外设地质增量 可以通过这两个位来配置 什么叫地质增量模式 我们依然举例 比如说我们从存储器传到外设 外设是我们的这个窗口一的数据寄存器的地质 那么存储器是我们的一个宿主 比如说我们一个8伙 8位 我们举例是8位 因为我们这里的有效数据是8位 那么我们如果把它设置为了存储器地质增量 那么它是怎么传的呢 它是从这个圆 我们是以这个从存储器的外设为例 这里大家注意 那么首先我们这里把这个外设的存储器的基地质 设置为宿主的基地质 然后外设的基地质设为我们这个窗口一的 数据寄存器的地质 然后它传输的过程 它会先从这个宿主的最低位传过去之后 传一次传一个数据 然后传完之后 它的地质自动去加1 这是我们设置这个存储器地质增量 加1之后 获取这里的数据再传过去 再加1 获取这里的数据再传过去 那么这样的话 一直到什么呢 每次传了之后 我们的这个CN CNDTR这个数据 它会减 减1一直减到0 那么这个传输结束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就是地质递增的概念 那么对这个存储器地质 外设地质递增 那么也是一样的概念 然后就是循环模式 那么循环模式的话 这个比较好理解 那么从原传输到这个目标 传输完成之后 比如说100个数据传输完了 它又从头开始传 是这样的过程 那么存储器到存储器 我们刚才讲解的都是从存储器到外设 或者说外设的存储器 那么我们设置相应的 这个外设的这个寄存器的地质 外设寄存器 基地质的这个寄存器 把它里面复制我们的外设的地质 然后存储器的这个基地质 这个寄存器里面设置为我们存储器的基地质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存储器到存储器的模式 那么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它实际上 我们可以这里我们可以看一看 它实际上是把我们的这个外设的这个基地质 就是我们有个外设的什么P 这里我们前面讲解的 讲解的这里 有个这个CPR 实际上我们是把这个地质 设置为一个存储器的一个基地质 然后我们传输就从存储器 传到存储器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我们开启存储器到存储器的话 我们还要设置基存器当中 有一个memo to memo 这个位我们才可以 那么这里大家要注意 存储器到存储器不能与寻花模式同时使用 这是它的一个局限性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几个 还有一个这个通道传输数计量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多次讲提到过 那么它只是一个 我们这里有一个基存器 CNDTR 那么这里它是一个10 大家可以看16位的 32位的基存器 但是我们只用到了它的D16位 所以它在这里面的值最大也就是65535 所以我们传输的数据只能是从0到65535 一次只能传这么多 每传一个它就自动去减1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读这个基存器 直到我们当前还剩多少个数据要传输 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传输进度 比如说我们要传1000个 我们去我们开始的时候设置这个为1000 每传一个它减1 比如说到了500 还剩这个500的概念就是还剩500个要传 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的传输进度已经到了500 50%已经到了50%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中断 在我们传输过程中 就是当我们一个传输开启了 那么传输过程中就有传输过半 传输完成和传输错误 这三种事件 传输过半就是说我们传输100个数据 那么传已经传了50个传了一半 传输完成就是说我们这100个数据已经都传完了 传输出错就是这个中间 它有错误检测机制 发现你传输的数据不对了 传输这个线路 这个通道出错了 那么它都有相应的中断事件 都有相应的这个事件 然后我们设置了相应的中断死能位 那么就可以产生中断 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着重来看一下这个通道的配置过程 那么通道配置过程 实际上是把我刚才讲解的这些知识 把它串联起来 那么首先的话 根据我们刚之前的讲解 我们首先要设置这个CMAR和CMAR集存器 设置这两个集存器的值 它的值实际上是什么呢 CMAR是我们要设置它的外设计存器的 实际上是基地值 然后CMAR我们要设置这个数据存储器的 基地值 那么设置好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设置什么 实际上我们可以设置传输方向 是从外设到存储器 还是从存储器到外设 还是从外存储器到存储器 那么我们可以设置这个方向 那么弄好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传输的数据 要传输多少个呢 我们可以设置传输的数据量 然后我们这个通道 它的优先级 我们顺带的设置 设置之后 我们接下来还要设置哪些呢 循环模式 是不是循环模式 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循环 然后外设和存储器的增量模式 增量模式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的 传输了之后 这个地质是不是自动递增 外设或者存储器 还有他们的数据宽度 是8位 16位 还是32位 然后还有这个 我们设置是不是产生中断 传输过半 传输完成 以及传输出错 是不是产生中断 设置这些传输 然后我们就设置这个 CCR计存器的 Enable位 开启这个通道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开始传输 那么开始传输之后 我们就可以获取几个 有几个状态 或者说标志 可以去获取 第一个 就是我们设置了 这个CNDTR计存器 我们要设置了 我们要传输的数据量 那么我们可以去读 这个CNDTR计存器 读了之后 就知道我们还有多少个数据要传输 第二个 传输的过程中 比如说传了一半 传完成了 都有相应的标志位 都有相应的标志位 那么我们可以去判断 如果这个标志位被质疑 传了一半 如果这个标志位立马被质疑 说明传完成了 那么可以有相应的状态去查询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这个通道的配置过程的话 这个计存器 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在这个CCR计存器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MA的几个计存器 那么这个计存器的话就比较少 大家可以看 首先是一个中断状态 中断清除 那么这个计存器我们都不用看 我们都知道 就是这三种传输完成 传输过半 传输出错的 这几种中断状态 就是标志位 然后清除就清除这几种中断的标志位 这两个计存器是最简单的 然后就是一个 我们先不看这个CCR 因为这是一个最复杂的 然后这里我们就是这个传输的数据量 计存器 那么这个计存器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设置我们要传输的数据量 那么我们去读它 就是读取到的数据 就是我们还有剩余多少个数据要传输 那么接下来这两个 一个是CPAR 一个是CMAR 这个就更简单了 CPAR 那么这个是我们要设置的这个外设地址 大家可以看 32位 那么 CMAR就是我们的存储器的地址 那么我们要把我们要 我们从一个空间复制到另外一个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的地址是多少 是在这两个计存器 圆和目标 是在这两个计存器里面设置的 那么对于这个CCR计存器 那么它就相对复杂 它配置的信息就会相对多 我们从最低位可以看 这是开启这个通道 Enable 然后我们允许一些中断 三种中断 那么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传输方向 是从外设读 还是从存储器读呢 也就是说 我们是从外设传到存储器 还是从存储器传到外设 当然对于这个存储器 传到存储器的话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位14 那么是在这里独立开启的 那么对于这里还有循环模式 循环模式的话 这是在这个位5来开启的 这个我们刚才讲了 然后有这个PANC MANC 这两个位是设置这个增量模式 外设或者存储器 以传输的过程中间 地质是否地增 那么 M size和P size设置的是什么 设置的是这个存储器的数据宽度 8位16位还是32位 以及外设的数据宽度 8位16位还是32位 这个我们刚才都讲了 然后最后 这里两个位就是设置这个通道的优先级 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些概念 我们刚才都给大家全部 不是说大部分应该说全部都给大家讲解了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STM3F1的DMA的基本知识 我们就已经给大家基础知识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的话 实际上我们要讲解的就是这个代码的配置 那么对于这个代码的配置 我们会放在下一讲来给大家讲解 那么在 讲解 在讲解下一讲 那么在这个最后的 今天这个视频的 结束的尾声的阶段 我会把这个代码打开 稍微略微的给大家提一下DMA的相关函数 那么这里我们打开以战阶为例 打开这个DMA实验 那么这个DMA的这个困函数 肯定就是分布在这个STM3F510XDMA.C里面 那么它相关的声明和定义 是在这个对应的头文件DMA.h 这个里面 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 这个下面这个函数并不多 这说明STM3DMA的配置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有几个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把这几个函数给大家过一过 那么对于怎么来配 我们下一章再来讲解 那么这里的话 这个重要的函数就不是那么多 重要的函数就那么几个 并不是说不是那么多 首先就是这个DMA的初始化 那么DMA的初始化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就是配置这些什么 外设基地值 存储器基地值 这个传输方向 是不是增量 就是配置我们刚才讲解的那些参数 然后DMA command的实际上就是使能通道 它配置的是这个CCR 计存器的使能位 然后我们是不是这个IT configure 配置的是我们是不是开启相应的中段 那么中段就只有三种 就在这里配置 然后这里就是set column data counter 还有get 这个是这个DM 我们这里的这个数据量 计存器 就是我们传输的数据量 计存器 这个计存器 我们去写它 就是设置我们要传输的数据量 我们在传输之前 我们去写 那么我们在传输过程中间 可以去get get的数据 就是我们 说明我们这个通道传输 还有多少个数据 没有传输 那么接下来 这个后面四个行数据很简单 就是四个状 获取一些相应的状态标志位 或者说中段状态标志位 那么对于我们正点原子 写的DMA实验的代码 主要是在这个里面 DMA.C里面 那么这个代码就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两个函数 加起来就是几行 那么下一讲的话 我会教大家 来手把手的教大家 来配一配 这两个函数 那么今天这一讲的内容 我就先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再来讲解 相关的库函数配置 和手把手的教大家 写这个DMA实验 今天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